作曲 李宗盛 那片天空是我们花满的梦想 你的笑容现在为谁灿烂绽放 跟我说吧 就算也回不到过往 你可爱吗 还在笑吗 在回忆里刻画出了你的影子 想疯狂地抓住你 会不会有可能我们能够再次相遇 会不会已经找到别人保护你 爱爱爱爱爱爱爱 多么想念你 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属于你和我之间 属于安 教练 早 很抱歉 早上因为送奶去陪我家 还能去接你 没关系 教练 你不用特地来接我 我自己搭车上班就可以了 这是给你的照片 谢谢 可是早餐我吃过了 不知道 那我先准备上课 好 今天的课程是高峰独木桥 除了让你们挑战自我的胆量 还有平衡感 另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们学习建立信任 以及互相分担责任 游戏办法很简单 有两人从两端各自上桥 到了中间点 互相交换位置 再继续前行 顺利到达对面 就算完成任务 不见一下 大家要看 不见一下 如果有人传扯 不见一下 点击一下 那车 加热 你建立累 你准备了 你有点 小心,站稳了再走 来吧 你的头脚先给我 怎么样了 一 二 三 我抓住你了 我抓住你了,你不要怕 我不以为就要去的 小梓,你放手 我都可以了,你放手 我放手,你还跳下去的 我身上有安全层 不会真的摔下去 你这样抓着我 我不上不下的 反而更难过 对 我放弃了 那我放手了 放手吧 小心,你放手 好 好 可以 有些东西 还是 对 小心 过来 小心走一点 好 從今天開始 你們課程已經全部結束了 太好了 終於結束了 雖然結束了 但是你們曾經是不及格的 這是我的責任 我會自我檢討 之後 我會親自向董事長請罪 還有報告 報告教練 真的很對不起 是我們表現得不夠好 報告教練 雖然這次我們的表現 不是太理想 但我覺得透過這次訓練 我已經徹底了解到 互相配合 互相信任 在團隊合作裡面 有多麼重要 也許這一次訓練結果 不是太成功 但我認為 我們兩個都有所收穫 所以 應該也不能算是完全失敗 如果是這樣 我會覺得很欣慰 至少你們沒有白來一趟 但是請你們記得 要把在這裡所學到的 團隊默契 信任 對彼此的配合 扶持 關係 全部都要帶回去 應用在你們的工作上 生活上 知道嗎 知道了 謝謝教練 謝謝教練 老大 大餐來囉 二哥 你醒客 一直都沒有機會 好好招待你們 今天結訓 我當然要好好招待你們一下 老大 老大 你確定你是單純想要招待 伍跟佑蓁嗎 我們應該是站在 無以安的光吧 老大 沒有 你要我準備這些 是為了無以安 說嘛 好 好啦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一起開動吧 開動 開動 來 這個 我吃的 好 你不是現在很喜歡吃披薩嗎 趕快過來一起吃 教練 我有一些話 想要私下跟妳說 謝謝 好 妳態度真的是要果斷一點 如果覺得可以試就去試 如果不行的話 就要趕快跟正好講清楚 態度一定要果斷 明確一點 教練 你以後 不要再為我做那些事了 妳來學試 就 就像剛剛那個外賣的事情一樣 我希望 妳不要再浪費時間跟心力在我身上 因為 我希望我們維持工作夥伴跟朋友的關係就好了 對不起 Guswing яв類似乔丐 很好 另一根 け esehen 先 爬 fak 看 را 好 佑芯姐 電梯社長被抓到了 什麼 我剛剛聽警衛說 有一個社郎在電梯裡面 當場被抓到 真的有這種事 對 那種警察調閱的真實性畫面 你知道發現什麼嗎 發現什麼 那個社郎 竟然跟我們搭過同一台電梯 就是你被摸屁股的那一次 他就在你斜後方 我沒做過的事情 你不用強加在我身上 性騷擾這種卑劣的行為 我比你還要更不遲 你進 什麼事 總經理 我是來跟妳說對不起的 對不起 妳為什麼要跟我說對不起 因為今天 警察抓到了之前 在電梯裡面摸我屁股的那個人 所以我真的是誤會你了 妳看吧 我就跟妳說不是我 沒有 現在我的清白被證明 妳知道自己錯了吧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妳還知道要不好意思 一個好端端的男人 被誤會成為色狼 妳知道對他的人格是多大的侮辱嗎 而且這件事情在我心裡 造成多大的心理陰影 妳知道嗎 我本來應該要跟妳要精神賠償的 但那是因為我大氣 所以妳應該感恩的 總經理 好像有一件事情妳忘了 什麼事 雖然在電梯裡面 妳沒有摸我屁股 不過後來 妳也摸了我 妳知道這件事情在我的心裡面 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陰影嗎 那是因為 我怎麼解釋妳都不聽 我這個人的原則就是 我做過的事情我一定會認 我沒做過的事情 誰想比我承認都沒有用 不過既然妳要比我認 那我只好真的摸一把 不然不是太願望了 好 不管怎麼樣 我今天就是來跟總經理說 事情已經調查清楚了 我真的很抱歉 我誤會了你 而對於你之後又對我做 對於你之後又對我做的事情 你放心 我會選擇忘記的 不好意思打擾妳了 那我先出去忙了 還好 我的清白終於變成妳了 我已經拒絕咲戀了 也跟她講得很清楚 我們就只是工作夥伴的關係 那她有說什麼嗎 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我一整個下午都沒有探見她 怪了她下午也沒有進公司 那她人會跑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算了 妳也不要想太多 我會想她應該是沒有什麼事的 那我先忙 我們晚點回家再聊 拜拜 拜拜 還說妳們沒什麼 都偷偷來 我們哪有偷偷來 妳不要亂講 不一樣 老大是極品中的極品 又帥又Man 妳居然拒絕她 會不會聽錯 我 妳不用再說了 自從認識老大這麼久以來 從來沒有聽她說過喜歡 任何一個女生 更別說是告白 沒想到老大的情路這麼坎坷 還沒開始 就已經要結束了 難怪老大一整個下午不見人影 她現在一定很傷心 很傷心 很傷心 很傷心的那一種 躲在角落目目目鼓起 教練應該不會有事吧 老大可憐 我今天差不多了 你今天下班 喂 喂 你還沒告訴我為什麼拒絕老大 吳憶安 小心 楊大哥 你拼好了 好厲害 謝謝你 楊大哥 依欣 我看這拼圖的圖案 好像是特別定製的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圖案來拼 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楊大哥 你對這個圖案 沒有一點似乘相似的感覺嗎 這圖案跟我有關嗎 你還記得 我之前跟你告白的時候 說有一幅拼圖 我拼了很久 很喜歡也很珍惜嗎 這個圖案 就是我喜歡上那個拼圖的開始 好 七年前 有一個小女孩 在溪邊落水 有一個很英勇的王子 把她救起來 從那天起 那個人的笑容 就是那個小女孩 心中最美好的事情 這個秘密已經 曾在她心中七年了 所以 七年前在溪邊 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好 這個照片 就是這個圖案的圓圖 所謂的圖案 找人 你快要去避免 找人 還是注意安全 原來你就是當年那個小女孩 還在心中 你就是那個救我的人 你就是那個救我的人 也是我第一個喜歡的 我喜歡的人 也行 楊大哥 這是我們第一個 一起完成的拼圖 也是我喜歡你的初心 我想要把它送給你 希望你可以接受它 我走心裡沒結果 米欣 妳真的確定 妳喜歡我嗎 對 我很喜歡 我喜歡七年了 我都沒有喜歡過別人 那這種喜歡會不會是一種 妳對我載著感恩心情的投射 它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愛情 只是妳還沒有搞清楚而已 才不是 我每天都很想要見到妳 只要沒有見到妳 就會很想妳 看到妳開心 我就會很開心 妳不開心我也就不開心 這就是喜歡 我也搞不清楚 一星 妳還年輕 妳還沒有談過戀愛 但有時候 幻想這種東西 會把很多事情沒化了 很模糊了 等過些年 妳認識的人多了 遇到了更好的人 或許妳的想法就會改變 妳就會更清楚 妳真正要的愛情是什麼 我才不會等那麼久 我現在就已經很確定了 筐釋 把梓研 這個拼圖 我不能收 那我去吧 灰色天空让我觉得没有希望 这个夜晚心中依然孤单旁旁 你的温柔一直留在我的心上 爱你多深就有多伤 在回忆里没有了你的影子 但感觉像在拥抱你 会不会有可能我们能够再次相遇 会不会已经遭到别人保护你 谢谢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就算我没有谈过恋爱 也不代表我不懂 你可以不接受我 可是你不开心让我对着感觉 好了 我知道了 但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你可爱吗 还在笑吗 在回忆里刻画出了你的影子 想疯狂地抓住你 会不会有可能我们能够再次相遇 会不会已经遭到别人保护你 回来啦 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气我自己 我在气我自己 你干嘛气你自己啊 今天又被打枪了啦 我现在觉得好心寒喔 觉得好冷 怎么会 怎么会 你之前不是才说杨大哥愿意相信你 你们的距离又拉近了吗 我今天把七年前的事情告诉他 本来还以为他会很惊喜 结果他还把拼图退给我 说那是恩情不是爱情 那是恩情 我干嘛这么多嘴 早知道我就不讲 好了 别气了 其实 我可以了解杨大哥的顾虑 毕竟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错觉 我才不会 我爱情就是爱情 不会有灰色地带 才不会搞不清楚 我知道 可是杨大哥毕竟年长你这么多岁 他不太可能像你一样 这么直接 这么坦率地去面对跟接受一段感情 怎么办 我好不容易才推开杨大哥心里的内扇门 现在 好像又把他关上了 我不想要我们的距离又变远了 爱情本来就有很多难题 而且你跟杨大哥又相差了十八岁 当然会有更多困难的 姐 我突然开始有点同情教练 你干嘛突然找到他 因为我跟教练都是在等爱的人 我们都傻傻的痴痴的 等着心爱人的回眸一笑 还有他们对我说yes的机会 你在胡说什么 姐 你就答应教练吧 许教练一个yes的未来 你又在胡说什么了 如果你答应了他 我就会觉得爱情很正面 很光明 很美好 就可以服务我这颗寒冷的心了 我都已经拒绝教练了 你又拒绝教练了 那教练他还好吗 他有没有声速打击 他当下就只是笑一笑 说他知道了 然后就一整个下午不见人影 教练他只是假装他没事 他一定很难过 所以才神引起来了 我连你也这么假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可想而知的 教练 我懂你 你们俩出来吃点心了 来了 教练 走 来 爸比你怎么这么贴心 知道我肚子饿还准备宵夜 可以给我吃 不管你们喂饱了 我怕半夜有人肚子饿 来脱开冰箱 脱吃东西 爸比 你当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么贴心 所以才让妈一见钟情 错 是我对她一见钟情 我追你妈 活追苦追的 追到最后好不会才把她追到熟 原来当年是爸的 你主公出击的吗 那当然了 女孩子要被男人追 才有价值 好好喔 大家都有人追 我都没有人追 你指的大家 也包括你姐姐 干嘛 姐妹弄眼的 你们俩刚在房间里面讲话 我通通都听到了 你都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 教练呢 这有在喜欢你吗 你只听到这个 不然呢 爸比 那你觉得教练有资格喜欢上 你上辈子的大情人吗 大情人 什么大情人 姐是大情人 我是小情人 有 你干嘛问爸这个 爸比都知道了 做一下民意调查 爸比你觉得OK吗 这个 教练 严格说起来这个人很沉稳 然后也很老实 不错 不过感情的事情 不管接受不接受喜不喜欢 我觉得还是要你自己做决定 我已经拒绝教练了 我是怕这样拒绝他 是不是会伤害到他 那个拒绝的话 难免会有伤害 不过是这样子 这种感情的事情 如果不是想要接受的话 趁早说明白 讲清楚 我觉得比较好 免得日后会有一些不愉快 OK的了 老爸支持你 谢谢爸 爸 你不要只关心姐姐 你也要关心一下我 小姑娘 你每天这样开开心心的 无忧无仇的 还要我关心你什么 关心一下我的桃花 我的命格 我是不是天生桃花很弱 我是不是没有姻缘 我是不是嫁不出去 吴雨昕 你拜托好不好 我怎么养一个 这么不值钱的一个小孩子 每天就急着嫁 你才几岁 不留在家里面 陪我这个老爸 不行吗 爸 你不知道距离就是美吗 我在家里一直留着 流来流去 流成愁怎么办 黑黑黑 胡说八道 吃你的东西 吃完了去睡觉了 好了 那我给你一个饼干 吃 这不帮我算我的桃花 真的是有机 对身体好 那很好喝 对 喝完了早点休息 好喝 喝 好喝 好喝 喝 よ 好喝 咳 你怎麼會這樣 大哥 你們店裡雨晨來找你了 請進 怎麼來了 我有話想跟你說 進來吧 來 什麼事 正偉哥 你是不是喜歡上吳怡星 他不適合你 他還太年輕了 心根本就還沒有定 而且 他連自己都照顧不好了 要怎麼照顧你 雨晨 正偉哥 你需要的 是一個可以給你幸福的人 而不是一個會造成你負擔的人 我相信 這不只是我的希望 也是姊姊的希望 好 我都知道了好不好 都別說了 你是姊姊最重要的人 你是姊姊最愛的人 你是姊姊最愛的人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受傷了 我 我不想再看到你嘆氣 或是再皺著眉 我希望看到你幸福 我希望看到你幸福 我希望你可以一直 開心幸福的笑著 就跟這張照片理得你 好 我知道了 你不要擔心我 我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讓自己過得幸福的 好嗎 我還沒看到教練 教練 教練 我有一份藥品先請單要請他確認 可是到 Nick我找不到他 破吧 今天沒來 你有看到教練嗎 我有一份藥品先檢 дан要請他確認 可是到 Oak我找不到他 老大今天沒來 是因為沒有課嗎 應該不是 平常就算沒有課 他也會進來看一下 今天真的很反常 老大之前不會這樣子 沒事的 說不定老大只是臨時有事 妳別想太多 再說 老大是很堅強的 不錯 我去送資料了 拜拜 拜拜 會是因為我的關係嗎 要不要去找教練 我叔叔不會害他誤會 我們老大失戀被他愛的人拒絕了 真的假的 那妳有沒有幫他拍拍 安慰一下 可能只有我以身相許 才能安慰他受創的心靈了 有資色才叫以身相許 妳這款叫恩將仇報 拜託妳不要帶給妳們老大 更大的傷害好不好 美玉 妳在幹嘛 妳在幹嘛 上班時間不要一直玩手機 會議時間快要到了 妳等一下去請業務部 跟財務部的副總過來 好 喂 請問業務部嗎 我是美玉 請問一下會議的資料 準備好了嗎 謝謝 這一季新款實戰的銷售 看起來比去年的東西 升到不少 不過銷售率對於平均的款式 還是比我允許得多 請業務部 你一份改善的計畫 明天一起來交給我 有問題嗎 沒有 總經理 總經理 這是這一季的財務選意表 請您過目一下 要不住 妳那個 總經理 怎麼了 坐 坐 剛特助之前受訓的時候 手腕因公受了傷 我只是幫他做一次會議紀錄 繼續人工而已 你們不要誤會 繼續 好 接著我就來繼續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公司這一期的 財務選意 大概跟去年上一季的相比 這個是有不同的成長 所以呢 請再 晚安 快日快 五周 五周 咪 五周 五周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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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淋雨了 赶快进来躲雨啊 不要淋 没关系 我想保持一些忍心 跟你说一些话 你有什么话 现在还在讲啊 你不要管 不然 我怕我会压抑不住 对你的感情 所以就保持这样的距离就好了 吴言 我有些话想问你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在地厅的课程 因为你迟到 我坚持要取消你决定资格的之后 那个时候开始讨厌我的吗 真的很对不起 我会好好反省 绝对不会再犯了 联准是这种最基本的要求 做不到的人 一起回来 还是 我强迫你面对恐惧 强迫你闭气 强迫你处理那支支柱的时候 你开始讨厌我的吗 你为了逃避只会被恐惧打败 要强迫自己面对他 才有证明他的可能 又或者是 我不顾你的感受 在水中 强迫肚气给你的时候 你开始讨厌我的吗 没有 我 如果都不是 是 那就是在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故意骂你 比你说出正经话的时候 你开始讨厌我的 还是 在我说出 我不可能会喜欢上你的时候 你开始讨厌我的 教练 是在山上的时候吗 在我喝醉事态 躺到你大腿上的时候 你开始讨厌我的 还是 我误以为你喜欢我 就三次安排那个煮光晚餐 开始讨厌我的 又或者是 你都已经拒绝我了 我却还是坚持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机会 那个时候开始讨厌我的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可以告诉我吗 教练 教练 我没有讨厌你 我 教练 在你心里 我只是盏红灯 让你无法前进是吗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一样 对我来说 我喜欢你的感觉 已经顶不下来了 所以 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你 但是 我也会努力的 不给你压力 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你 我可以去 你家散个步吗 我可以去你家散个步吗 我可以去你家散个步吗 他怎么那么像之前的相日鬼屏图 为什么要被放在罐子里 我可以来 你家散个步 你也会在没有 你家散个步 你妈去收到 你那边不得了 你家散个步 笑得偷偷的玩弄着 幸福褪褪色 孤单凉着着 没有温度拥抱着 愿在面前的我们好陌生 眼眶湿湿的热热的 你还得 手心空空的 冷冷的 你还得 最有你做了 听说是真的 没有爱情的火车 我是被遗忘的选择 这一切都是你爱的 怎么会怎么会 心碎却不会疼 怎么会怎么会 微笑去不快乐 明明是被辜负的人 怎么是被制伏的人 怎么会怎么会 泪还不停下着 怎么会 全都是你爱的 全都是你爱的 我会怎么会 都会有什么事 怎么会 都会有什么事 都会有什么事 感谢观看